关点 关点 开油点 挖挖 上两个水利局的 两个水利的开关了 看看 警察给他看着 不让人老百姓 我给你演唱 看看 看你们老百姓能能弄个共产党的 今天早上四点多 我们紧急就要通知 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得撤到上面去 我们这边的大坝也开了 水现在五五往大坝里边进 所有的土地的人都过来帮我们搬农去 你搬这圈了 你搬那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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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迎城市乡的现状 为什么让我们紧急撤离 你看左边大坝里边全是水 汪洋一片的大海 如果再不撤离的话 这个水蔓延到我们村子的话 全都被淹了 那赶紧过去吧 让老百姓有口活路吧 八月五号下午 部分村民已经准备离开村子来到高处搭起了窝棚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已经提前准备上山搭好了临时住所 带好了大米和饮用水 在城里可能管这个叫露营 但我们这次却是逃活 不过大家心态都很好 很有危机意识 总比大水来了没处跑要好得多 村里有的一些老人不愿意走 说水来了再跑 有的也是真的劝不动 只能祈祷一切平安 今晚不知道要不要在山上过夜 第一次露营是以这种方式 完了 彻底完了 看见了吗 全开 这是真不让老老百姓活了 所有的人 看见了吗 我现在正在巴外这个大坝 看见了吗 全部开 坝里也跑不住了 现在就是唯一的地里千万千万别有人了 全去 全上坎吧 这车 这都是逃命的 花园的 就是这边脱头都叫啥呀 蓝陵金城 蓝陵金城 咋都逃命的 看着 老了 这车 东北人就是死要面的活受罪 那裤衩都快充没了 也不好意思跟人张嘴 能不能跟人家学一学 把那官方的捐款通道都开一开 我们现在在外面就想捐钱 老家的父母已经失联了 花边已经发了六次警告了 咱们还是要上班 多半呢 是价值又发水了 这一道上我就祈祷着 快兴天 快兴天 比前一年发的水还严重 新修的水坝又炸的 当地种的农作物和菌也被冲了好多 又是损失无数 这边过来的啊 现在你们眼前看着这个就是白茫茫的这地方啊 从那边往那边看 现在这边全都是原来全是地和村庄啊 现在你们能看着没影啊 发白的地方全是屯子 现在看着下边有那个黑的一个地方 有黑的东西吧 那都是下边下来的牛 羊 鸡 鸭 烂马七糟 猪啥的啊 现在都往下躺 滑滑的啊 现在就是这 全是下边 雨下半个停 自己的地方 啊 灵魂 也不可能 我们只能够吃了我们的姜木 是不是可是屎也不太吃了 您什么时候还在哪里 谁看到了也不太吃了 是什么时候的 那个次努力 是什么时候 我们是什么时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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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